透過畫面可以看到快速道路上大雨下個不停 雨刷根本來不及刷就怕發生意外駕駛減速慢行 這時前方一輛小貨車疑似經過積水路段 先是左右搖晃 自撞外側車道忽然 接著又失控撞向中央分隔倒 最後翻覆在內車道 後方駕駛見狀趕緊變換車道驚險閃過 帶您來看一段現場畫面 事情就發生在20號下午一點多 受到封面影響全台各地出現降雨情況 小貨車司機行經台86快速道路 台南往湖內方向 已是因為天雨路滑不慎失控連撞翻覆路面 好在當時車流量並沒有太大 沒有造成更大的意外 駕駛送醫後沒有大礙 詳細造勢原因還有待調查釐清 請問一下